食药署也是在今天针对初审通过的食安法来做说明 谈到未来会与经济部共同合作推动分厂分照 也就是未来生设新的食品工厂 除了需要取得工厂的设立许可之外 食品跟非食品的生产线 也是需要分开申请工厂登记 食品业别必须跟其他的业别是分别的 是分厂的规定 那么对于现行的已经存在的工厂 有其他的制造业别在一起的 那我们会分阶段的公告必须要做改善 必须改善公告之后呢 一年后必须办理完成 对于追踪追溯系统里头呢 业别公告的业别呢 它必须有责任要做电子申报 那现在入了法让我们更有这个要求业者的一个动力跟权利 至于旧厂部分也将辅导业者让食品工厂榨油及饲料的生产线 能分别申请工厂登记 让管理资料流程与原物料控管等等可以进行分厂管理 工业局已经先邀中部办公室以及各县市政府讨论 看是否有挚爱难行之处 那么目前国内的食品与饲料厂要分厂的大约有200到300家 规模比较大的食品厂因为财力雄厚比较有资源 如果进行分厂分照 重新配置生产线的问题就会比较小 分厂分照仍然是需要庞大资金 购置新的设备 经济部将辅导中小型的食品厂尽快在半年之内辅导完毕 另外前卫权董事长卫应云在今天凌晨1点10分 被解送到彰化地院 而卫应云是否会随着正义老总何育人 以及鼎心代理董座陈茂家等人收押备受外界关注